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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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用家用Insta360 拍完全景影片回去剪片時 覺得要記錄一些QFREME 來剪4K片出來是很麻煩 但現在Insta360 APP 出了一個新的AI剪輯功能 可以為一些很想剪一些好片 而又不想花太多時間的用家 多一個選擇 讓他們剪出深水的影片 這一集我會用Insta360 X4 拍一條踩單車片 然後再試用這個AI的剪片功能 看看裡面的功能有多強大 剪出來的影片是甚麼效果 首先看看我今天的裝備 一部Roll Bike 然後前面就安裝了一個淘寶的Headset 安裝了一條自拍棍 Insta360自拍棍 搏著一部X4 除了車頭之外 車尾也有一個 又是Insta360的單車盤 所以我盯著座位置 我檢驗它 就這樣盯著之後 是不太穩定的 所以再加多一個 這個有萬向波裝的Mana 再用一條索帶索住它 這樣又穩定很多 待會就可以拍一些追拍的影片 好了 不說太多 現在馬上再踩進去 泥沖 看看去不去高拍 那我如果把鏡頭放在後面 我經常轉到後面按鍵 都很不方便 有了這個Insta360的GPS Remote 在前面可以看畫面 按個錄影鍵 就可以自動錄影 好 現在開車 我踩到馬安山市中心 要下這條隧道 這個轉彎位要小心一點 左右也有車煞上來的 過了隧道 之後就要上一段斜路 不算太斜 好 去到烏溪沙站這個T字路口 我們轉左了 繼續水到 好 去到烏溪沙站 好 去到烏溪沙站 不然不然有兩下 就跟烏溪沙站 就要有一個大的 接着就过马路继续单轻径 其实这个AI取径功能 早已经跟上一代X3推出市面了 直到随着今次Insta360 App的大更新 功能上也有大改进 全身的AI演算法 会优先辨识到小朋友和动物 其次就是骑城、滑雪和潜水 三大场景 现在先示范 首先找回自己想要编辑的片段 再去到AI取径这一版 下面有个AI取径的按键 一按它就会自动分析 它这里也有提示 要选择一段一分钟或以上的影片 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AI分析完之后看到左下角 精彩的片段就偵測到四段 加上总共有34秒的图片 随即自动播放AI剪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最简单最适合新手剪360片的步骤 如果觉得AI分析出来的片段太少 也可以自己加多几条 而且还可以每一段独立选取位置 和镜头角度 好像现在八个片段已经有52秒了 App 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可供选择 想用自己的背景音乐 也可以进去提取音乐 这里选择 按这个音量键 可以调教影片的现场收音大小声 最后按进去Movement 就可以用到今次新增的运镜功能 例如刚才在我的片段都看到的小行星运镜 我就是用这个自动运镜的功能来做的了 还有这个Out and In Zoom Out Zoom In 的运镜效果 还有另外一个好像穿越机那样的 横滚的Roll效果 下面蓝色就是选取了的运镜长短部分 可以自己调教的 我试试将运镜有效时间去到7秒 它应该就会转得慢一点 我们看看 运镜速度明显慢了很多 我现在又缩短变成1秒 整个运镜动作就会变成1秒之内完成 以后新手都可以很轻松地 展触这个360全景影片 我记得前面就是这段单车径的终结位 来到这个过路处 对了,看到对面 对面那里还是封锁的 所以这里要下马路 小心点左右有没有车转进来 这里进去马路 这段路是很少车的 好了,那来到这里呢 我们不要转进去这个订车场了 这里上单车径 这条就是新起的单车径 红色地毡 这条红地毡单车径 继继续向前面踩 这条线还没画的 我应该最后期才画一些线 以前如果没有单车径 外面就有马路 但是马路星期日是不准踩的 我今天星期日 都是不准踩的 幸好现在有条单车径 可以踩单车径进去 如果迟一点通道进去西贡 那就正了 好,OK,来到这里 又是要上行人路踩了 因为前面这里封了 没办法 好,可以下单车径 但是下去一会 都不够五十米 又要上回 然后过马路了 好,我看到马鞍山的景都很漂亮 上面就是马鞍山 好,我都不相信这里是给踩单车的 下车推一下 这个打卡位 OK,多数人都来这个位置拍照 这里有个大电视幕 长直播奥运 这辆美食车开了 安格斯牛柳店 这个位置都很多人来打卡 好,馅厅就在这里了 有酒喝的 一个很漂亮的景 贝山面海 今天在播出奥运最后的一天 场地单车赛 在直播 今天这条我差别高拍 看看风景 还有随便介绍 Insta360 App 的最新AI 剪片技术 觉得这条片有用的话 立刻按赞、分享、订阅 下一集再拍些新东西给大家看 拜拜